中兴复牌之章。A股连续三天跌停港股跌去48.7%。 中兴通讯本周三终于迎来复牌,然而它的日子并不好过。 中兴A股连续三日跌停,港股复牌当日跌超41%,截止周五跌近50%。 停牌近两个月后,中兴通讯终于在6月13日复牌,然而它的日子并不好过。 中兴A股自负牌来连续三日跌停,H股今日收盘跌11.49%,报13.1港元,较4月16日停牌前收盘价25.6港元跌去48.7%。 本周二,中兴通讯发布公报称,其A加H股将于4日复牌。 中兴通讯发布公报称。 中兴H股开盘狂泄于37%,收盘跌超41%,创2004年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。 A股封死跌停板,创2017年11月以来最大跌幅。 供应商股价受到拖累,近全线下跌。 截至本周五收盘,中兴A股连续三日跌停,H股股价跌近50%。 据中国基金报统计,自停牌以后,陆续有40多家基金公司宣布将对中兴通讯重新估值。 市场普遍预计,中兴通讯A股将会有3至4个跌停。 华尔街见闻提及,中兴通讯自4月17日起停牌后,近来终于与BIS达成替代的和解协议。 。 根据协议,中兴通讯将支付合计14亿美元民事罚款,包括在BIS签发2018年6月8日命令后60日内一次性支付10亿美元,以及在90日内支付暂缓的额外的4亿美元罚款。 ,监察期内若中兴通讯遵守协议约定的监察条件和2018年6月8日命令,监察期进满后4亿美元罚款将被豁免支付。 。 此外,在BIS命令签署后30日内,必须更换公司和中兴康迅的全部董事会成员。 。 中兴通讯称,将在拒绝令中止后尽快恢复受影响的经营活动。 。 并将将全面评估2018年4月15日,拒绝令和协议对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影响,重新编制及披露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。 。 。 。